王后圣光的家人们 平安 非常开心又见到我了 希望你们没有觉得很腻 应该不会啦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的这段经文 可能你就觉得好像有点熟悉 可是如果我告诉你 这一段经文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你就会 接下来在这段经文 刚才孔传大卫我们读完的这一段经文过后 马上就发生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 就是耶利哥之战 大家知道吗 就是很像撒纸这样绕住那个城 绕七天 然后第七天绕七圈这样来打仗 然后我就在准备这个奖章的时候 然后我就在想 我们之前也常常听牧师跟我们分享他讲他印象最深刻 就是小时候跟阿特一起看Veggetale 然后就他们是蔬菜 然后拿那个东西丢丢丢丢 在下面绕的人 然后你都觉得很好笑 然后我在准备奖章的时候我就看那个提摩太凯勒的奖章 然后他就说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一个耶利哥之战 然后我们就这样看而已 只看这一段 你其实更深的感受 你不要讲是笑话啦 你会觉得他只不过是一个帝国主义的一场愚蠢的冒险 就是你要打仗耶 你懂那个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吗 如果乌克兰的人去绕那个俄罗斯的红尘这样 就会觉得有点风对吗 可是我们没有要讲这个 然后我们要来看的东西是 他为什么这么特别 为什么他这样子绕也可以打赢这场 也可以攻进这个城里面 其实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是很关键的 所以我们来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约束亚他走进耶利哥 他先过去 你可以想象他是一个将军 他带领率领整个以色列 那个时候摩西已经死了 然后整个以色列都在跟 就是要跟随他们的新一任的领袖 约束亚要带领他的这些百姓 然后他们 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过了约旦河 所以已经算是离开旷野的第一步了 然后耶利哥城是他们的第一个最关键的据点 所以对约束亚来说 对整个以色列的众人 所有以色列来说 这个是很关键的时刻 这个是一个很紧张的时刻 随时大战就要发生了 然后所以很正常我们可以看到约束亚他现在来到这个耶利哥 他在那里 靠近耶利哥在那里举目 抬头观看举目观看 他看 然后 我们可以去想象 约束亚他看的时候他在想什么 比如可能约束亚可能想 哇这个墙真的很solid一下 就是就绕咯 这边也是很难打 不可以不可以 这样 哇这里也是不可以 这样 可能啊 然后 我们猜因为这里没有写 我们猜可能约束亚还想到什么呢 这是约束亚第几次来到这一座城呢 你们觉得 肯定不是第一次 他年轻的时候有来过 年轻的时候 摩西曾经召集了十二个探子 其中一个就是他 约束亚 还有一个叫加勒 的犹太支派的弟兄 十二个人去到这座城 所以 约束亚年轻的时候 他就有来过这座城了 所以他看到这座城的时候 可能 他会想 哇 几十年前我来这座城 这样坚固 几十年后他还这样坚固 哇 几十年前我来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约束亚他 是怎么看 耶利格这座城的呢 他觉得很棒 他的心 他去到这个城的时候 他的心是说 上帝 耶和华要 把这个地方赐给我们 这个城里面的 所有东西 哇 这么好 以后都是我们的了 他很 开心 他很有信心 而且那时候 他很年轻 立壮 那个时候 还有摩西 这么棒的领袖 才在带领他们 那时候他们经历了很多 上帝 实行的神迹 他知道 上帝要给他们 这座城 根本就是 一如反掌的 红海 我都是这样子过了 还有什么不可以 我一定可以的 他跟迦勒 两个 这样子看 哇 很兴奋地回来 可是回来的时候 十二个探子 大家都跟 所有以色列人讲 好啊 耶利哥好 哇 那里 哇 城很坚固 里面的东西 它的葡萄都比你的 眼睛大 还是什么 这样子 哇 什么东西都比你的好 你 哇 你没有看过 没有吃过的东西 里面都有 哇 然后 很好 真的很好 流奶与蜜 很好 然后 可能这时候 约苏亚和迦勒 那时年轻的时候 他就想 对对对 很好 上帝一定给我们的 这个地方 然后另外一时 个人讲 没有 我看不可以 他们 什么都大 你懂 还有什么 很大吗 里面人 全部都比你大致 哪里可以打得过 你打不过的 不可能 我们会死在里面 我们还没有去到那边 我们都死掉了 不可能的 约苏亚和迦勒 那时候还年轻 还很有信心 他们就讲 上帝一定可以的 可是只有这两个人 讲而已 他们在讲多两句的时候 整个以色列的百姓 都很生气 整个以色列的百姓 最后气到要怎样 要把约苏亚和迦勒 用石头打死 你不要再怂恿我们 做这种冒险的事情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约苏亚过了很多年 现在摩西死了 现在那些 那时候要拿石头 打死他的人 也差不多死完了 他自己呢 也老了 然后他再来看 哇 这个城 还是 城墙 还是我那时候 看的那样 而且 其实不久前 他也在另外派 年轻的人 去里面看 真的里面 很好 还是流奶与蜜之地 但是这一次 回来的探子 不一样 他们带来另外一个消息 里面的人 里面的东西很大 很多 很丰富 很好 资源很多 人也很大致 哇 也是很 很厉害这样 可是 可是里面的人 全部很怕我们 很怕我们 他们全部 听到 以色列人要来 他们全部 怕到要死 这时候 可能 耶稣亚 他在 这个地方 他绕外面的城 他自己在观察 勘察 敌情的时候 我们可以猜到 他想到这些东西 他想到过去 他想到现在 他想到 就在这个时候 大战 一触即发 就是现在了 就是这个时候了 我要 我们要攻进去了 然后还在想 要怎么样攻呢 要怎么样呢 我以前还年轻 我以前还很有信心 我以前 很强壮 可是现在我老了 还可以吗 那个时候 耶利格是这样 现在 我还可以 攻得进去吗 我在想 约束亚 他相信上帝 仍然是 可以帮助他的 可是 他可能也在想 那具体 要怎么做呢 皇后圣光 家人们 我们 有时候 也是这样 可能现在 你就是这样子 你来到一个地方 你来到一场 争战的面前 其实你 你已经经历过很多次 你已经感受到 你整个生命 常常都有很多挑战 然后 你常常在那个时刻 是 你就 已经在 那个挑战的门口 就好像 约束亚在 耶利格 的外面 可能 现在你就是 可能你 自己的 生活 可能 你的 职业 可能你在 教会 的状态 你已经 在 那个 争战的前面 甚至你就在 经历着 可能你就像 约束亚 这样 你一直想 以前 上帝这样 哇 带领我 经历这些 以前 那时候 我刚刚信主 我很单纯 我相信 可是我现在 老了 然后 可是那时候 是这样子 现在又不一样了 以前要解决 这样子的问题 很容易的 现在 我又不懂 是不是可以 这样 可以啦 上帝会啦 会啦 上帝会带领我啦 会啦 可是是怎样呢 可能 就像 约束亚 这样子的心情 你在 说服自己 可是你又在 想要怎样办 在想 在 观察 在看要怎么办 的时候 有一个人 突然出现在 约束亚的面前 你要想 这个时候 随时都要打战了 随时 就是 以色列人 跟耶利哥城 里面的人 就是要打起来了 可是 这个时候 有一个人 出现在 约束亚的面前 而且他不是这样 经过罢了的 他是拿住刀的 这样子的 意思代表什么 就是 很明显了 他 就是跟 这场争战有关 对吗 他不可能 只是随便 刚好出门的时候 拿住刀 这样经过 然后散步 没有的吗 对不对 然后 都这样子的情况了 对约束亚来说 很紧急 他要马上 去 看到 哇 现在在我面前的 这个人 他是来 他是来做什么的 他肯定不是来 散步的 这样他拿住刀 这个刀是要来 砍向我 还是要陪我一起 砍进去 就是这样 很直接的 一个问题 我们 遇到问题的时候 也是这样子的 我们 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我们比较理智的 做法 也是这样 我们会 开始去想 我们会开始 去策划说 诶 我们的 现在的状况 是怎样啊 然后 哇 这样我排除一些 我可能比较 不OK的东西 然后看一下 我身边 有什么资源 有怎样 我可以去处理 然后 不是可以帮我解决的 就是来让这个问题 更复杂的 这样子 就是这样而已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对 约束亚来讲 也是这样子 他 要去思考说 我 我现在对面的这个人 他是来帮我的吗 他是 还是他来 制造我的麻烦的 如果他是来帮我 我可能马上就要跟他 我可以跟他讨论一下 这样我接下来 我们要怎样打进去 可能他 他知道啦 如果他是要 他是来 我的敌人的话 我现在就 打过了啦 对吗 是不是 所以约束亚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 直接就问他 你是我们的人 还是我的仇敌 你是来帮我的吗 还是帮我的敌人 不要讲别的废话了 下一句就可能 就是自己 一起就打了 所以 这个是 约束亚的 他在最紧急的状态 马上就要解决问题的方式 我们也是这样子 我们 处理问题 很直接的 我就想到 我们处理问题 我遇过一个 欠大而隆的人 然后呢 我就跟他讲 我为你祷告啦 然后我帮你啊 然后他就讲 你不用跟我讲这些的 你要帮我 你钱就拿来 你钱拿不出来 你就不是在帮我 就是这样罢了 OK 我现在讲一个 比较极端的例子 可是通常我们处理事情 就是这样的嘛 对不对 就是 你帮我 你就是 帮咯 不然就是 你没有在帮我咯 所以 我们 我们也是这样的 当然我们今天 约束亚今天 他不是 跟人之间的对话 后来你会看到 他是在跟上帝对话 然后他在跟上帝说 你来帮我吗 还是 你没有要帮我 有时候我们可能 也会这样子 你来到教会 我们常讲 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嘛 我们就想 上帝 完了啦 这次你一定要帮我了 太多的时候 我们都是这样子了 到今天 我也是会这样子 跟上帝祷告 完了啦 不可以啊 真的 你要帮我啦 不是讲 我们不可以这样子问 而是 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比上帝啊 完了啦 我没有办法 你要帮我 你就这样帮我 OK 有比这样子的事情 更重要的 在 约束亚问了 对面这个人 你来帮我吗 还是你来 就是我的敌人 的时候 这个人要告诉 约束亚的事情 就是 我不是帮谁 现在不是我要选 我是 哪一币 不是我 现在 我要告诉你 我是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所以问题不是 我是哪一币 你是哪一币 我们说 神是 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来到 神的面前 我们 我们有很多原因 我们会来到 神的面前 很多时候是 我们寻求帮助的时候 我们来到 神的面前 神也很乐意的 要帮助我们 但是 有一个更重要的 关键 我们要搞清楚的事情 不是神要不要帮我 神怎样帮我 还是 神会不会 不要帮我了 而是 神他 才是 那一个掌权的神 不是 问题不是他在 哪一帅 而是 你 你有没有在 好好的跟随 你生命的主 当你说 主我 你帮我 然后我就 顺服你 以后我的生命 就交托给你 然后你 讲了两百次 他帮了你两百次 然后你就 每天 交两片拼图给他 我要告诉你的 一件事情 就是 上帝是我们 生命的主 祂是我们 整个生命的主 就是说 你在 跟随神的时候 你不可以只跟一半的 你不可以只跟一半的 我要跳一下 OK 你不可以听东西 只听你想要听的 然后 打个比方 我看 让你们不要这样容易睡着 我们讲个笑话 OK 我是一个 第一个笑话 我是读programming的 没有啦 OK 就是 我就是一路 fill到毕业 这样 然后呢 所以我的 我读programming的程度 可以是 是怎样呢 我的程度就是 我听得懂programming的笑话 然后所以 这样我就来跟你们分享一个 我听得懂的programming的笑话 OK 有一个 programming就是程序 写电脑程序 然后呢 然后呢 一个写电脑程序的程序员 programmer 他就 在家 他老婆就跟他家 老公你帮我去店里面买牛奶 买一罐牛奶 然后 如果 你看到鸡蛋啊 就买六个 OK 然后 这个programmer的老公 他买了 你猜他买了什么 他买了六罐牛奶 OK 你可以去读programming了 为什么 因为你懂那个logic哦 为什么他买六罐牛奶 你懂吗 因为有鸡蛋哦 懂吗 然后 OK 就不可以再解释下去了 解释下去这个笑话 就不好笑了 OK 所以你要去找一个 读programming的人 来跟你解释这个笑话 他就会写一个program给你 OK 然后呢 就是这样 我们 讲这个笑话来这么 就是让你不要睡着 没有啦 就是跟你讲哦 你 你觉得这个老公 他听话吗 还还不错听是不是 可是 你觉得老婆开心吗 可是很听话嘞 他听话咩 读programming 读programming的人 就笨成这样的咩 没有理由吧 我都懂嘛 我都一路feel到这样子的 我都懂 要买什么牛奶和鸡蛋嘛 对不对 所以 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 就是 你 你听东西哦 你不可以只听 你喜欢听的东西 你 不可以只听 一半 不可以只听 有条件的东西 你知道吗 你不可以这样子的 你信 耶稣 你说 上帝是你生命的主 也是这样的咧 你不可以读圣经 读 如果 你 如果 OK 明明整句是讲 你可以 来奉献 然后什么 我就必敞开天上的窗户 来倾倒在你的身上 然后你就highlight 那个倾倒在我身上 把所有highlight都涂一遍 然后上面那个 你最好是把它剪掉 因为你是有条件 你只选 你要 你的东西是有条件的 你这样子 你 耶稣是你的主吗 所以 我要跟你们讲的是 我们 我们 说 上帝是我的主的时候 我们 有时候是这样子的 我们会有条件的 可是 神 不是这样的 你不可以讲 我要上帝的慈爱 上帝的怜悯 但是我不要上帝的公义 因为有一点凶 我怕 你知道有一个 故事是这样 比如说 OK 又是 Timothy Keller 因为我就 用他的来准备 几个奖章 他就分享 他说 他讲的是另外一个故事 我就直接用他自己 因为他讲那个故事里面的 主角的人 我也不认识 我也不懂 我要讲跟你介绍那个人 所以我们就讲 OK 是Timothy Keller OK 我们知道Timothy是他的名 对吗 提摩泰凯勒 OK 他是谁 他是一个美国很棒的牧师 很棒的作家 你们可以去读他的书 他去年刚刚离世 但是他留下很多很棒的经典 然后 Timothy Keller是他的名 Timothy是他的名 Keller是他的姓 对吗 你如果讲 OK 我们今天要邀请Timothy Keller 假如他还没有Lisa 我们请他来我家 OK 这样我就邀请Timothy来就好 Keller不要来 因为Keller有一点凶 或者是Timothy他的个性 比较好 可是他的家族有一些遗传 我不喜欢 所以Keller的部分不要进来 这样 你觉得我讲的这个东西 是合理的吗 有可能做到这样吗 然后这样Timothy Keller 进你的家的时候这样 这样子 不可能的吗 所以你跟上帝的关系也是 我要上帝的慈爱 然后可是我不要上帝的圣洁 所以上帝这样 这样哦 在你的生命这样 没有的 我跟你讲一个东西是这样 OK 上帝不会这样的 你 你不听话 你只听 第一句没有听第二句 就是不听话 懂吗 对父母来讲 我问一下父母们 如果你跟你儿子 孩子讲东西 你跟他讲了两句 然后他只听一句 没有听第二句 他是听话吗 有一些父母 有些父母很有爱 算了 不错啦 我跟你讲 这就是不听话 懂吗 这个是不听话 懂吗 其实这个就是不听话 但是 sorry啊 孩子们 我不是要来 就是我要跟你讲 就是你听一半不听 一半就是不听话 OK 然后你要 你爱这个人 你只爱他的左边脸 你不爱他右边脸 你爱这个人吗 你就是不爱他 你懂吗 所以你对上帝 就是这样子 你要这个 你不要那个 然后你讲 上帝我爱你 很慈爱的那个部分 but not for的 那个很圣洁的部分 这样你就是不爱上帝 你懂吗 其实你 承认一下啦 你 不爱 上帝 我现在有一点 我觉得 可能你现在很难接受 没有 我很爱上帝 我很爱上帝 可是你 冷静下来 想 你真的吗 你真的吗 你有一些东西 如果你没有 上帝要你 听的东西 你没有完全听 就是没有在听 上帝要你 顺服他 爱他 你 你没有办法 完全爱上帝的 每一个 属性 你没有办法 完全顺服 就是不顺服 所以 现在 本来你以为 那个问题是 约书亚 对 对面那个人问的 你来帮我 还是不是帮我 现在 我告诉你 那个问题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丢回给你 不是我来帮你 还是我不要帮你 是你要来 跟从我吗 你要跟 跟 到晚 不要跟一半 你要 你讲你爱我 就是爱全部 不要爱一半 没有 你只爱一半 就是不爱我 所以 这个是 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你不可能 只有一部分 所以这个是今天 第一个要给你的提醒 你不可能 只有一部分 但是在这个提醒之后 有另外一个小提醒 上帝对你的爱 是全部 甚至某些 你不能接受的部分 甚至某些时刻 你自己对着镜子 就 怎么我的眉毛 这样的 不喜欢 我跟你讲 上帝也是爱 上帝对你的爱 就是全部 所以这个是 另外一个提醒 第一个提醒 给大家 你听上帝的话 就是听全部 你 爱上帝 就是爱全部 第二个小提醒 上帝爱你 就是爱全部 当我们说 当我们说 能力的主 能力的主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 同样也 在林肯的身上发生过 只要林肯 林肯是美国的一位 重要的总统 然后他曾经打南北战争 在南北战争最激烈的时候 给你一个小提示 南北战争 美国的北部和南部 都是很多基督徒的 因为整个美国 就是基督徒开创的 所以南北战争 都很多基督徒 所以就有人 我不懂原版是怎样 不过有 你去找他的故事的版本 有些版本就讲 两边都会祷告吗 因为南美洲 北美洲 都很多 都是基督徒吗 两边都祷告了 对吗 这样两边都讲 上帝 帮我 我要赢 北美 我要赢 然后南美 也讲 我要赢 这样就有人问林肯 这样谁赢 这个问题也是 林肯经历过的 所以 有人就这样跟林肯讲 这样讲 我们祷告多一点 林肯就讲 我不敢这样祷告 我不敢讲 上帝你来帮给我们 这边赢 我要祷告的是 我要跟随神的心意 我要确保我才是 跟随的那一个 而不是 上帝来帮我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当我跟你讲 上帝 我们 我们说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这件事情的时候 当他这样子宣告的时候 当他说 我是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时候 你要知道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 他 只会赢 他不会输的 所以 所以刚才我们已经 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 像林肯这样 我现在不是 要看上帝要帮谁 而是 我要不要去跟上帝 所以 你要知道 你现在 如果你做了一个决定 你要跟随神的话 我要告诉你一个 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 你如果选择 跟随 这一个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他是 只会赢 不会输的 他 已经得胜 他最终最终的胜利 在哪里 在 记载在 格林多前书 十五章 五十四到五十七节 他说 胜利了 死亡已经被吞灭 死亡啊 你的胜利在哪里 死亡啊 你的毒刺在哪里 死的毒刺 就是罪 罪的诠释 就是律法 感谢神 他借着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 把胜利 赐给我们 当你做了一个决定 我跟随 耶和华军队的 元帅的时候 你已经得胜 你已经是赢了的 你已经是赢了的 OK 这样我跟你讲的时候 你就讲 哦 是吗 可是我还是常常 有一种 很像我是loser的感觉 其实可能 对 以色列人来讲 有时候也是这样 我们看圣经 我们看历史 我们知道 很 很 讽刺 或者是很 节奏很快的 OK 同样在 约苏亚记 同样在 就在我们今天 看的这段经文的 后面的 后面 OK 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 后面是 耶利格之战 耶利格之战 我们懂他赢了吗 对不对 因为我们今天 我已经 现在已经告诉你了 因为他是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他还包赢的吗 对不对 所以耶利格之战 就赢了吗 对不对 这样 在耶利格之战 后面又还有多一个战争 然后就输了 然后就讲 哇 中片 你又讲 还包赢 在约苏亚记 第七章 第四到第五节 以色列人就开始 OK 我们打下了 耶利格了 然后现在 迦南很大 所以我们打了一个 我们要攻下一个 OK 攻下一个 就要攻 一个地方叫爱城 然后呢 发生什么事呢 在爱城里面 以色列人派了三千个人去 为什么他们派三千个人 因为他们也是 就是也是看查敌情 看看看 容易啦 这个容易打啦 三千个 可以了 随时 就弄了 就打完了 结果 三千个人去 在爱城那里 就逃跑了 然后爱城 就 击杀了他们 然后他们就 惨败 一路 就是 除了在爱城 外面杀他们 一路追追追追追 追追回来 然后 以色列人就吓到 不是讲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包赢的吗 耶利格这样子 我都赢了 爱城这样 这样我就输了 咦 怎么这样的 我们要回到 改我讲的东西 我们听上帝的话 我们不可以听一半 这个东西 我才讲罢了 对吗 你就讲 你十分钟前才讲 我那可能忘记 我跟你讲 你读约书亚记 你翻这样两张罢了 都不用十分钟 我以色列人就忘记了 他前面知道 我要跟随主 我要跟随主 然后就 耶 我跟随主 然后打赢了耶利格 下一秒就忘记了 上帝已经吩咐他的东西 吩咐以色列人的东西 下一秒他们就忘记了 所以我要跟你讲的东西是什么 这是人性来的 你就是这样的 你很容易忘记的 下一秒你就会忘记 我跟你讲 你信主 不要信一半 你爱主 不要只爱你喜欢的东西 然后等一下你走出去 你就忘记了 就跟以色列人一样 所以我现在要提醒你 这件事情就是 就这样咯 你就忘记咯 然后你就打败仗咯 然后你不要讲 上帝这样就没有帮我们 不是的 上帝是包赢的 你输是因为 你选择 不要跟随 包赢的神 对以色列人来讲 这场败仗 告诉他们的是什么 告诉他们的是 我只要有一样 上帝教我打仗的方法 有很多 我只要有一条没有听 就是没有听完 全部 我就是输 就是这样 所以今天我们 也是要这样子来 再一次的记得 你听 你就是要听完全不 你跟 就是要跟完全不 你就是 所有的 都要 去 遵行 所以 我们看到 约束亚他 他当下的反应 我们重改 后面的打赞回来 其实我们今天读的 这段经文 他是在打赞的前面 他在 他在认识 重新认识神 他重新 遇见神 然后 为什么我们讲是神 如果你 如果现在我们是查经课 我们就会开始探讨 这个拿住刀的人 他是天使 还是什么 还是神 可是 多数的学者会告诉你 他是神 为什么 因为他叫 约束亚 你脱下你的鞋 因为你在的地方 是圣洁的 你要敬拜我 这个东西 之前发生过一次了 就在摩西的身上 摩西看到 焚烧的经济 他看到 一个很令人敬畏的画面 他在那里遇见神 神跟他说 把你的脚上的鞋脱掉 因为 你在的地方是圣地 然后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不是那个地理位置 是圣地 不是摩西那时候 那棵树的前面是圣地 不是 约束亚现在在的 那个耶利格的城门口 是圣地 什么地方是圣地 圣地就是 有神统在的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圣洁的 那个地方 你就要来敬拜神 那个地方 你就要 俯伏在他面前 顺服他 另外一个提醒就是 我们看到 这个东西 曾经在摩西身上发生 今天 约束亚也发生 皇后圣光和弟兄姐妹 曾经 我们教会的很多 前辈 领袖 他们经历了很多 很神奇的事情 他们经历过神的 统在 我们看到牧师 我们看到我们 长老 知识们 他们有 他们的生命 有很多上帝的经历 就像摩西 来到耶稣亚的时候 他也经历很多 但是 这个时刻是特别的 这个时刻 他亲自与神相遇 我要说的事情是 皇后圣光的 每一个家人们 这个时刻 你也要自己去经历 你可以陪着摩西 一起带着 以色列人过红海 你可以在摩西之后 带 以色列人过约旦河 你可以 陪着摩西 借着摩西在山上的祷告 你在山下打败 亚玛利人 你可以很多很多的经历 但是有一个最特别的经历 摩西要经历 约属娃要经历 你也要经历 就是亲自与神相遇 来到他圣洁的地方 自己和神面对面 真正的完全认识 你要经历 而且就在这个时刻 你要选择 你生命的 每一次的挑战 可能就在现在 你正在经历的征战 你现在就要做一个决定 是你要跟随神 还是你要继续让神 来做你的帮助 如果只是这样 我要跟你讲 那个问题就问错了 那个重点就搞错了 所以我们今天 要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跟神说 我要自己和你面对面 然后我不要来看 谁要来帮我打车场仗 我不要来看 甚至我不要看 上帝你是不是会帮我 而是我要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我要来向主你说 我才是那个要跟随你的 我的生命才是那个要顺服的 而不是看我自己的心